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他和你说主机和打印机之间发生了速度无匹配的问题 然后和你说这时候要使用一个缓冲区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缓冲区的一个逻辑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主机向打印机发送任务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主机在这里然后发送任务到打印机这里 主机发送的速度超过了打印机处理的速度 你就在这里放了一个缓冲区想要等待处理 那么你发送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单线发送并且按顺序操作呀 你应该将主机先发送的文件先打印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打印顺序应该正常对不对 那么我们是不是打印机的逻辑是单线操作并且先来后到呀 所以说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对列的结构 线性结构并且是先入先出的 所以说我们这道题选择是一个对列 这道题实际上它是一个操作系统那块的内容 但是它直接将操作系统的一个背景 跨入了我们数据结构的一个考题 实际上它是在考你 在数据结构之中这一些基础的模型你是否足够了解 那么这道题实际上是一道基础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